捷運終於確定將會在明年初試營運 明年底台北到中壢可以全線通車 台北直達桃園只要35分鐘 另外桃園機場的南跑道即將要大翻修 到時候呢是採取單跑道起降作業 封閉將近一年的時間 是歷年來最久的一次 浩自歉意的機場捷運通車日期一再延宕 連三次跳票後這回對線通車承諾 終於有譜了 高鐵只表示目前捷運進度已經有九成 明年初會完成所有的測試 預計2015年底可以全面通車 以後從台北到桃園機場只要35分鐘 票價在160塊錢左右 機場捷運終於有好消息 而桃園機場馬上也要為跑道和滑行道再動工 因此19號開始 桃園機場將關閉南邊跑道 只開放北邊的單一跑道 提供航班起降 桃園機場展開沙盤推演力求將關閉跑道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最高峰園機場上的電影 我們要先進入